大家好,欢迎观看故事有料 关于国家人口,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较为火热的话题 在如今经济发展的时代中 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实施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 如果缺乏人口,会导致劳动力紧缺 从而让发展计划夭折 而一个经济发展不良的国家 如果拥有过多的人口 则会导致国内资源供给不足 贫困情况偶发 所以一个国家什么阶段需要多少劳动力 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现实中不乏有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屡屡出错 就比如韩国 大韩民国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 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占朝鲜半岛面积的45% 韩国三面环海 西濒林黄海 东南是朝鲜海峡 东边是日本海 北面隔着三八线 非军事区与朝鲜相邻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 创造了被称为汉江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 韩国主体民族为大韩民族通用韩语 2019年 韩国总人口为5200万人口排名世界第28位 韩国是高人口密度国家 2019年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520人 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韩国人口分布很不均匀 人口大多居住在城市 城市化率为82.5% 2015年 包括首尔 仁川 和京济道在内的首都圈 人口总计为2514万 占到韩国总人口的将近一半 朝鲜战争结束后 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 韩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期 1955年 韩国人口总数约为2200万人 之后 韩国人口 以每年近3%的速度增长 人口每年增加70万人 1960年 韩国人口达到了2498.9万 与光复时整个朝鲜半岛人口总数持平 20世纪60年代初 朴正熙上台后 韩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人口增长开始明显下降 1966至1970年 人口增长率降低到了2%以下 20世纪70年代 韩国人口实现了 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 在人口问题的评断上 有一个数据尤其重要 那就是总和生育率 也被叫做总生育率 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性 在育龄阶段 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通常来说是以育龄在15岁和49岁的妇女中检测 能够有效地看出人口增长的问题所在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来说 一般总和生育率低于2.08人以下的 叫做低生育率 而低于1.5人以下的 则被叫做是超低生育率 但如果是低于1.3人以下的 则又叫做超超低生育率 不过虽然是这么说 但多数的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 其实许多都在超低生育率和超超低生育率之间徘徊 但也有更加严重的 就比如韩国 它就完全跌破了1以下的数据 2019年4月份的时候 韩国统计厅公布了一个数据 宣布了2018年 韩国的生育率仅仅只有0.98 也就意味着韩国育龄妇女 平均每人终生养育的孩子不足一人 这一下就让韩国成为首个不如零时代的国家 一时间风风火火 今年根据韩媒中央日报的报道 韩国2019年的生育率又降低了 比以前更低 仅有0.92的占比让人心惊 而连续两年蝉联生育率不足一的国家 也让很多韩国人既羞愧又无奈 事实上韩国政府从06年开始 就投入了至少185万亿韩元来鼓励生育 包括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 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依旧无法改善低生育率的情况 来自美国CNN之前的报道中指出 许多韩国年轻人 他们其实不是不愿意生育 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金钱 和足够的情感去约会 再加上观念的开放 也就更加不愿意生孩子了 如果生孩子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很多年轻人就更加不想生育了 看到这么低的生育率 有人在问 韩国人真的会消失吗 事实上如果按照科学的说法 这个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时间太过久远 专家就预测 按现在的生育率 在2750年的时候 韩国人会全部消失 但这其中会发生什么也并不好说 所以没什么参考价值 更应该关注的 其实是韩国人口减少带来的变化 韩国的总人口目前也就5200万人 如果按照专家的预测 韩国还会持续8年的人口增长时间 8年后就会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而开始人口缩减 这带来的影响 无非就是经济发展倒退 老龄人口社会负担重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挺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韩国政府才会这么着急 想要鼓励年轻男女生育 但目前韩国多数年轻人 还是不愿意生养 毕竟压力太大了 考虑民族大义之前 很多人更关注当下 能不能过得轻松一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